我们来观战一把GW4黑啊 范老师 范老师 好久没看到他了 药匠的大副 勘探古董 慈安家 测证容打爱哭鬼 测证容打爱哭鬼的话 穷者的容错率极低 他们的上限很高 知道这种的上限很高 但是这个阵容打爱哭鬼 真的很容易出事情的 因为爱哭鬼的火 我确定性太高了 别说求生者不确定了 恋爱哭鬼自己 我觉得也不一定能完全确定 我们看飞轮 几个飞轮啊 目前来看三飞轮 找到慈安家 这边的话 慈安家 迪斯老师的慈安家呢 有一说一 我觉得他能溜很久 吃一个火算什么呢 对不对 吃个火 那这个只是就是激发他牵制起来的这个 看是不是 激发他牵制起来的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催化剂 有的时候不才学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溜 爱哭鬼 这边的话 这朵火压在这个交互点 说实话 好像迪斯老师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没办法的 因为这边就是 要么火打到你身上 你倒 你飞轮交掉了吧 要么就是我加速上来 你倒 因为你刚刚根据这个火 你要走位的 你不可能是 选择一条最优路线 直接进板子的 你进不了板子 我就被加速上来 就是一刀 但整个击倒呢 其实还行 你看看一看密码机嘛 这边要件的密码机 都已经修掉八成了 要将这边 只要能卡半救下来 我觉得这个局 穷者不要打得 特别凶的情况下 能保平 但是 他们这套阵容选出来呢 估计会打得比较凶 拉火 现在这边 爱哭鬼的精神还没有暴露 如果穷者硬来打 这边比如说勘探员啊 古董上硬来打的话 会给到爱哭鬼很大的机会的 会给大家顾给很大的机会的 如果说求人选择卖掉的话 从上帝选来看会好得多得多 机子现在还差一台半 来救 看怎么救吧 看待会修机子 古董上来救 古董上配合着大副一起救吗 还是说大副去二楼修机子 要将这边的话 可以给一些压力 给一些吸引 他们想两个人一起救 两个人一起救 确实要好一点 一个人来 你别说救不下来的 大副摇怀表 打得很凶 硬是要救 硬来 人 火 要这样 躲掉 好的 血线很紧 捞下来 这边的话 卡一手 古董上这边保 三架这边是有飞轮的 来劲都给到迪斯老师 迪斯老师现在有飞轮 所以说你爱哭鬼 这里的火应该是打不中的 火应该是打不中的 那你要打实体的 我这边有什么呢 我这边有队友来保 这边注意啊 这边飞轮 好的 爱哭鬼这边 勘探员也来打架 大副的机子开始修了 这波金身其实交的挺亏的 因为这波金身只顶掉了 没有什么 他顶掉的东西不够 核心问题在于什么呢 核心问题在于这边 你就算真把这个人给击倒了 你把这层家给击倒了 你都挂不上 外面满满多的控制 两层困兽 这边的话参加 三层困兽 参加参加参加 继续 一波照虾 三层困兽拉满 看待员的话 这边磁铁已经交完 古董商这边还有非常多的棍子 哎 一火 这 这一波有点亏 这一波有点亏 84的机子 牵起来 一棍 哎呦 我去 这 这打了整场好局 在最后关键时刻没绷住 这里 古董商得往回走了 古董商得往回走了 因为这边爱哭鬼肯定不会管你古董商的 他秒不了这个古董商的 爱哭鬼要秒的话 他这边秒大副是最好的 因为大副是个白板 抓勘探员 抓勘探员不好 其实这时候留大副是最好的 进度给他要讲 因为大副现在是个纯白板 两块块表交掉的 你中间也没有时间去 那个挨一个阵射 翻箱子的 而且爱哭鬼现在手里面 还有底牌 你别说啊 这个局有可能要多抓的 哎 真的 这琴弦崩到 就是 他已经演奏到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 咔一下 我弦断了 那一棍子打到了 就四人开门战了 当时我觉得 摸头来不来得见 摸头可能都有机会 金神 有飞轮 但是预判到了这手飞轮 古董商这边回头过来 捞下了大副 古董商这波回头捞大副 我是完全没想到的 我以为古董商老早去大门点了 那古董商这边的话还能再拖吗 大副的门能开 古董商这边掩护一手 他们甚至可以去救一波这个 因为挽留快结束了 如果真想救的话 我觉得可以救一波 你绕一圈过去救 只不过救了 走不走得掉 是另外一回事情的 选择算了算了 也可以吧 也可以吧 这个军能保平真不错了 我后来的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